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开盘之前就建议会员朋友在这个地方可以采取短空避准的一个策略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礼拜二的格局呈现了开平阵仗走低 当天是大跌了263点 完全掌握避险操作再添一圣 而昨天呢 你可以看到在昨天的一个盘后的时候 前天的盘后的时候建议会员在什么 在平盘的一个附近 可以顺势的一个短多的一个操作 偏多操作 偏多操作上来 目标价都获利慢点都跟大小威力群组会员设好了 你看昨天的一个行情就是大涨了一百多点上来 又是一百多点的一个价差 恭喜全国所有的一个大小威力群组会员 昨天再度大获全胜 而今天呢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一个晚上 在昨天的一个晚上 建议会员在平盘附近 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度出手买进 偏多操作 偏多操作上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格局就怎样 就是开高的一个大涨上来 就是开高大涨上来 今天又大涨了一个两百多点 又再添一圣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只是大小威力的一个群组的一个会员 零三天 零三度的一个大赚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在个股的一个操作方面 你可以看到 既全主股的台积电 当时在12629点 市场上真的是非常的恐慌 非常悲观 我就跟他说过行情总在 对啊恐慌跟悲观之中诞生 当时我就暂听节点告诉大家 我说低档二度被离大买点的机会浮现 这里没有悲观或看外的理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很多人还在唱衰台股 很多人还在看空台股的时候 当时我们怎样带会员朋友 一档接着一档开心大专上来 从台积电 再到的一个ABF再版的一个新兴兰电 还有智远 艾浦 金瑞 利端 再到 最近带会员朋友全需锁定的一个这样 再度买回来的一个长龙 低间买回来长龙 还有什么 还有钢铁股的一个威治 昨天买进了威治 你看今天的一个长龙 今天的威治怎么大涨上来的 你可以看到长龙 我们这次什么地方买 我昨天我都有事先提醒大家 都事先暗示大家 你可以看到12月15号 12月15号买在154 买在554 今天呢今天来到172 如果你看到今天的一个大涨你才想要去追的话 你觉得你赚得到吗 你不知道要想一波比明天才可以去 但是如果你跟着大西洋的一个脚步 你看我带你买在多少 12月15号154的一个地点上 那今天大涨上来光是这样 才几天的一个时间 一张价差都有18块 价差弧度都超过的一个11%将近12% 10兆就好 10兆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了18万 100兆让你可以开心赚进180万 这都是我们实战的一个操作 所以还需要我再多说吗 证据都会说话 证据会说话 当然今天大涨上来要赚多少看你自己 破断是好听力就可以了 我在的一个Telegram 我都有视线跟大家做分享 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位置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钢铁股的一个位置 很多人没比看到今天的一个钢铁股 哇澡盘好强哦 澡盘开高大涨上来 哇带你去追价 但是澡盘开高大涨能够追吗 你真正要赚在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赚 就是要跟着大西洋 在昨天那个时候 你看讯息在这个地方写得很清楚 昨天建议会员买进28块3 28块3 一开盘的时候 然后今天一大早开高 建议会员朋友在这个地方可以顺利 顺势获利出一半 你看是不是买 昨天买的漂亮 今天卖的更漂亮 光是昨天到今天这样一眨眼的一个时间 哇加差多少 一张加差3.4 10兆3万4 18兆34万 加差弧度都达到了一个32% 到有信息为证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操作 那么今天卖的很漂亮之后 尾盘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张 压下来 到底还能不能够买 我待会再好好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我认为拉回又是大家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 其实对于新阶段的一个行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也不必想太多 就如同太兄 昨天跟他说的 就整个那个盘势来说的话 短期策略就是要懂得 几长期的反向操作 但是 就个股来说的话 我还是要再次的强调 眼前的黑不是黑 虽然于正未处 但是在主政已过 最后的状况以过去之下 面对的一个短空中多区间震荡的一个格局 就是看个别体财股的一个表现 那么重点来 那么到底现阶段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后市 在农历年前 仍然有轮动作战大胆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最要关心的一个主轴 那么指数我可以告诉大家 指数就是在寄线到年性这个区间做震荡 那么重点是你要能够掌握到对的一个股票 那么什么要是对的一个股票呢 我想大家不必猜啦 你跟上大师兄的一个脚步就对了 如果你认同大师兄的一个操作理念跟做法 我们也很欢迎大家跟着大师兄一起布局 2023年全新颇段标告 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只要打电话进来或在线上填写好表单 岁末年终感恩大回馈 168一路响叮当 让你一路花 并且会期在加码从农历年后开完满才起算 大胸保证用最低的门槛 让你所有的愿望一次满足 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啦 那我想很多的一个专家 可能没办法带你来做掌握 那是因为对于整个的一个盘势啊 的一个震荡啊 没有办法看清楚 因为掌握不了标股嘛 但是这个行情你看 是不是一切都在大西雄的一个掌握之中 那么限制于到底 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值得我们来留意 但是哪些这个股票 在这个地方你还是要避开 我想我昨天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我说对于一些的一个涨高 涨不动的一个股票 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碰 要懂得获利下车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都跌什么股票 滑星光嘛 网通股滑星光 你看今天一开盘 很快就沙大跌停板 那这些过去表现很强嘛 那涨多了 它总是要整理 未来会不会涨 那是未来的一个事啊 但是重点是像这些那个股票 基本上涨幅都很大了 包括M3E也好 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金星科 创意啊或是工业电脑的一个广迹 甚至包括立端 所以为什么像立端啊 这些那个股票我告诉大家 在这个地方 叫大家短线你不要去追价 我们波段设好天地就可以了 立端这一个波段我们帮我们会员朋友 递到62.3%的一个价差活力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啊 那么M3E跟金星科最都是我长线看好的一个 让的一个题材主轴 但是长线看好不是叫你现在去追价 那重点是如果有拉回拉回到什么地方 才是绝佳出手的一个好机会 那这些都在大胸的一个掌握之中 那么今天都是涨什么股票 还是一样嘛 都是涨钢铁 航运 还有生技 今天持续当刚的一个多方的一个轮动的一个主轴 那当然这一波的一个生技股 他已经已经率先大涨一波上来了 那当然M3E不会那么快的一个结束 不过对于这些已经大涨一波上来一个股票 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你在这个地方你追价还是要 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那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钢铁航运 这一波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犀利 那么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常说主攻股必被三大要件 第一个主攻股必会领先趋势做上升 第二个主攻股必会符合配合现行的要求 第三个主攻股必会符合环境的意义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 随着一个大陆解封的一个开跑 大陆严密的一个风控防疫三年了 那现在渴望全面边境的一个解封 甚至港媒披露他说大陆在明年元月 三号开始将不采取境外入境前 你还要做隔离这个措施 也就是说将来你到大陆到香港 你可以怎么样将优化为零加三 等于是全面开放 等于是全面开放 当然随着一个大陆的一个大举的一个松绑 虽然无可避免会面临一些的一波的感染潮 但是对整个这个经济来说绝对是好事 因为放松后会带来什么 人流物流金流商流这些都会恢复 那恢复之后经济会起色 订单也会增加 那么加上的一个大陆的一个房地产政策 频吹软轰 亦后复苏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大陆整体的一个需求 才开始要准备怎么样 迎接的一个转机的一个复苏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像这一波 我们先从钢铁股来说起 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中钢 今天能够持续的一个大涨上来 原因就是因为受惠大陆的一个解封 包括这个印尼要禁止的一个 在明年禁止 明年中要禁止的一个 旅土矿的一个出口 那未来可能会管制更多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大宗的商品 并且在世界最大的一个 涅跟靶的一个制造商 二涅的一个矿坦的一个巨头 洛里尔 洛里尔斯 是客的一个涅业公司 明年将减产10% 那这些都会引爆的一个国际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涅价的一个飙涨 那使得现在这个美工特的一个 涅价先货价重回到2.8万的一个美元 之前是跌破2万元美元 现在已经重回到2.8万的一个美元 那么再来大陆的一个保钢 开出涨价的一个第一枪后 那国内康铁的鹅龙头 中康也释出明年产业 原本预计是明年要到第二季 才有机会需求才有机会回温 但是现在董作业表示整个的一个需求 渴望提早互输 那我问各位股价是会 是会反映在前面还是会反映在后面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波的一个中康 底部打底完成低档量增之后 股价就是怎样 就是大涨上来 当然我没有买中康 我带会员朋友锁定什么股票 位置 2028的一个位置 我不是今天去买的 我不是今天找盘开高去追的 我在昨天那个时候就带会员朋友锁定 很多的一个专家是看到今天大涨上去才去追 你今天看到大涨上去你去追 你当然会去追高 但是如果你跟着大兄的一个脚步 你看我昨天买是不是买的很漂亮 买进之后 昨天涨停板今天开高顺势开心会去出一半 出掉之后你看尾盘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压回来 随时我们又会带会没有再买回来 很简单 为什么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还是可以来留意 原因很简单 位置它是国内三大的一个电路厂之一 主要的一个产品包括这个钢筋 钢胚还有棒钢 那你要知道钢筋的一个抗压 不抗 抗拉不抗压 它必须要跟混合混泥土 粉泥土是抗压不抗拉 所以两者结合之后会有很高的机械的一个强柱 所以钢筋的一个粉泥土通常都用在什么 支撑结构的骨架 就是现在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最理想的一个材料 那么钢胚主要用途是冷渣的一个钢筋的一个原料 那可提供钢管货柜容器这些的一个钢制的一个产品 而在整个的一个冷渣的一个钢筋经过双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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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火 呃 经诊之后 呃 呃成为冷渣的钢筋 呃 呃 呃 整体的一个获利的表现并不如预期理想 但是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前升级还可以啊 大赚的一个超过的两块两块钱以上 而且11月份的一个营收 呃 月增38.929% 连四个月的一个让这个攀新高 呃 代表什么 需求有开始回温上来了嘛 加上宝钢 开出涨价第一张 中国解封 会钢报价攀升 呃 国际链加飙涨 这些都可望带动公司运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攀升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拉回到到底什么地方 哦 可以再买回来 你不必再跟上大胸的一个脚步就对了 哦 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一个中宏也是一样 哦 那么中宏哦 你可以看到今天稳步盘间 哦 中宏是中宏旗下的一个当嘎的一个啊 国内的一个当嘎厂 哦 那么主要有哦 的一个乐渣的一个钢卷 冷渣的钢卷 还有杜兴的一个钢卷 还有乐渣的一个钢品 哦 主要就是用在车架 哦 桥梁 哦 建筑啊 大陆维护啊 钢管啊 压力的容器啊 哦 包括园域的一个工艺啊 哦 那么冷渣的一个产品主要用在家电百具啊 哦 还有 还有电脑的一个机壳啊 还有桶类啊 所以你看哦 现在随着一个这样 大陆的一个解封啊 所以预期啊 整个的一个啊 公司也表示第四季开始有看到的一个 哦 回补库存的一个啊 的一个迹象 而且明年的一个地季的一个钢势展望啊 啊 公司也是审慎的一个乐观啊 预估明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出货 哦 渴望回升的一个成长 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哦 打底完成啊 地档量增 那我问各位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啊 不然为什么我要跟他做非线 啊 当点是 哎 他会反弄到什么地方 哦 我想不必猜了 哦 像这样的一个这样 啊 一档啊 啊 刚刚具有转积成长体财的一个股票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掌握 你来跟上大兄的脚步就对了 啊 那么再来谈到的一个航运类股 啊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啊 的一个散装航运的一个育民 这一波表现非常强 那为什么的一个育民这一波会表现这么的一个强 啊 因为社会中的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需求 原料需求国的一个大陆开放的一个政策啊 啊 的一个日圈明朗啊 那这些都会有助推升散装 还有一个运价的一个报价上涨 啊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育民啊 这一波你看从低档这样打底完成 低档量增啊 这一波反弹上涨上来 哇 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 哇 足足的一个反弹啊 都已经超过了一个五成 哦 那么同样的啊 哦 继玉民之后紧接着一个中行也是一样 哦 你看今天中行表现是最强 啊 因为玉民已经先涨了嘛 哦 已经先涨了 那先涨之后 这个时候市场资金会开始转进到这些低基局啊 而且还没有涨的一个股票 啊 来进行的一个补涨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玉民啊 这个表现今天就是怎样 啊 这个一架 这个开高直接的一个拉涨停 哦 但是毕竟这些的一个股票 啊 都已经大涨一波上来了嘛 那么中行 哦 离年线啊 哦 那明天可能就已经上趟到年线啊 那明天开高短线不排除会有震荡 不是叫大家去做追价 哦 但是像 哦 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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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装海运啊 啊 的一个 的一个表现 尤其表现最强的一个会洋可以歪 哦 那么随着一个底部啊啊 地挡量争底部啊打底完成啊 渐渐的一个缓步的一个增温上来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是不是就值得我们来做一个留意啊 哦 那么同样的 你看大陆解锋他会带动 哦 不只是散装 包括货柜也渴望同步的一个这样哦 同步的作价反弹上升上来 那么货柜里面为什么哦 望海他的一个表现相对强势 因为望海他是禁阳嘛 那大陆解锋 首先最大受惠会是什么 哦 会是望海嘛 所以你看今天望海表现非常强势啊 啊 那很可惜啦 我是没接望海 我是买长龙啊 不是我不是今天买的哦 哦 包括的一个买买阳民哦 那望海今天大涨上来 明天就可能要面临的一个缺口的压力 89块到91块哦 所以明天再开高上去哦 那短线可能会震荡哦 在这个地方不是叫大家去做追价 要么也是等待他的一个这样哦 的一个拉回量说价稳的一个时候 再来考虑哦 因为毕竟打底完成嘛 低档量增 而且农历年前迎来的一个这样 货贵需求的小旺季哦 运价报价也只稳上涨上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带会员朋友 啊买进的长龙哦 不要说去年啊 去年从34块一一路赚到233 啊光从今年啊 你看我第一次买在什么地方哦 第一次啊 这波的一个地点我10月26号哦 哦勤贼仙情王我买台积店 10月17号我买新兴南店 然后 10月26号我买什么长龙 当社才多少135 然后最近呢 最近你看 12月15号154 哦 你看我买在什么地方 你今天拥有大修那个讯息 你是不是可以领先别人 掌握获利自身的一个信息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嘛 一切都敢讲在前面嘛 哦那么重点是啊 这一波这个反弹 可往反弹上看到什么地方 我想你一定要知道啊 哦我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都已经画好了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有拉回的话 哦都还是可以来留意哦 因为这一波这个反弹 应该都还没有结束哦 毕竟呢 哦整个这个量价的一个结构哦 才刚刚开始 而且明年元元元旦啊 又是整个的一个 环保的一个新规要要要上路 那么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阳明也是一样哦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股票 哦也是一样 从10月27号 61块2 包括的一个10月20号 12月20号 前天的一个时候你看 哦你懂得哦 再怎么样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嘛 今天大涨上来 你才能够开心赚 哦那么今天大涨上来 不是叫你去追价 哦那重点是 像这样底部打底完成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哦都仍然可以持续 啊来做一个留意 哦那如果你不晓得 怎么来做掌握的话 你来找大涨 那很多人可能会问啊 哦那么最近啊 钢铁啊 航海王跟钢铁人啊 最近的一个大涨上来 难道电子股就没有机会了吗 哦并不是这样看的 哦那么对于某些这个电子股啊 如果说他这个一个库程 能够提前去化完成 哦那么随着一个需求回温 那我想对这些的一个电子股啊 他将渴望率先 哦率先的一个反应上涨上来 哦就像之前那个主机版的一个滑青 为什么滑青 哎能够这一波哦 他能够率先的一个大涨上来 但是大涨来到155 我也提醒过大家 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追了哦 因为短线哦 涨多之后来到这个年线 短线一定会整理 哦那么整理 我们再去寻找下一档的一个股票 哦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ABF的一个债版 哦这个星星你看我 我是不是卖的很漂亮 12月5号哦大涨上新高很多人 带你去追为什么我要卖哦 都有讯息为重我买在什么地方 买在113 哦卖在168.5 创新高当天 哦你看 跟着大兄的脚步 哦做丢做不丢真的差心追 哦那么最近的一个 这个星星的一个拉回 因为啊的一个条件的一个资本支出啊 啊利空冲击啊的一个拉回 啊利空碎链啊的一个过程当中 难道后世就就就就没有聚会了吗 很多人看到的这个星星拉回 一定会跟你讲完蛋了嘛 就好像之前啊 哇当时候星星拉回来到这个106.5的时候 很多人不是也跟你讲 哇 ABF在板哇 功过于求 ABF在板哦还会下山 但是你看当时候如果说啊 你在低档不买啊不懂得买 啊后面这波大转上来你怎么转 哦当然现在啊他在做一次的一个彻底嘛 那么彻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形成双脚阻底 哦我想这个很重要 哦因为他底部的一个支撑在多少 哦我帮你画好了113嘛 哦113底部支撑嘛 那这次回到120块 啊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够形成的一个 底部的一个双脚阻底的支撑 如果能够形成的话 那是不是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大好机会 啊包括这个蓝天也是一样 为什么今天会拉尾盘 啊为什么今天会拉尾盘 啊为什么唯独猩猩蓝天 啊的一个这一波的一个表现相对的一个比较强势 在ABF的一个在板当中 因为ABF的在板里面的一个占比最大是谁 就是星星 再来是蓝天 而紧缩的占比相对比较小 所以为什么紧缩的一个表现相对比较弱势 哦这样各位懂了吧 哦那你可以看到蓝天我们的一个操作真的很漂亮 从186月17号一路转到314.5 哦六趟紧缩那这次的一个拉回回车的一个季线 那回车的一个季线啊 季线游手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够再出手 怎么样来做掌握 哦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掌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跟上大胸的一个脚步就对了 哦那么重点来了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哦可以像之前我们在会面有所操作的一个金锐一样 你看金锐当时我买在140块 后来一波大涨来到的一个200234 哦当然大涨上来 我我我当时也提醒大家 哦短线不追价 要么也等待拉回 哦拉回量说价稳 当期会浮现的一个时候 大胸一定会带你来出手 哦立端也是一样 哦你看嘛再69块 一波开心大赚到112块 三位数的一个目标达正 加码当开心或六万口袋 哦目前我们就是低成本的一个破端 仍然是续爆 哦你可以看到啊 今天如果你看到找盘很强 你去追结果又扑动下来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有些股票你真的不要照进 但是重点是还有没有像这类的股票 目前还在低档 正准备加温上来的一个个股 有啊 哦我昨天也跟他报告过了 安部当局啊 绝版六字头地继续转机股啊 哦整体的格局都在多旺的扣盘之中啊 业绩哦 基本面成业面都没有问题 哦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哦策略上很简单 就是要懂得拉回找买点 哦再来包括这一档绝版三字头的一个亚洲巨人 哦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表现真的很强 哦最近慢慢加温慢慢上涨 哦他不急哦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只要啊啊不不明则疑啊 一明清衡啊 哦像这种股票你看三字头啊 哦我已经打底那么久 他只会为了10%50%20%吗 像这种股票三字头涨到六字头就多少 哦如果涨到的一个八七字头八字头就多少 你自己好好想想看哦所以下一档啊正在攻击花旗线啊 第二波最强主三段标股 我提到过的投资朋友 给我给我赶快散开一下啊 啊只要成为我们好朋友好事就是发生 大兄用标股来帮你写日记 所以末年中感恩到回馈哦 那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啊 大兄保证用最低的门杆让你所有愿望一次满足 而且汇取一律从啊明年农历年后开完盘才起算啊 并且今天办好手续的一个前五名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还能同时拥有大兄专属的9-end 啊让你可以掌握第一手的讯息 跟着对的人走人生就会翻转啊 怎么样来翻转你的人生很简单啊 自动电话赶紧拨通 02-232-19933-232-9933-232-9933 让你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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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 你还在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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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等什么